俄罗斯与中国联合演习的非军事价值 尽管北京和克里姆林宫公开声称 这些演习的军事目的是增强互操作性和作战能力 但这些活动对于克里姆林宫和北京来说 还具有重要的外交、信息和经济意义 两国利用双边和多边联合演习 向第三方传递战略信息 评估彼此的能力 甚至推动武器销售 外交价值 由于不愿签署正式的军事联盟协议 俄罗斯和中国利用联合军事演习 作为一种替代手段 来表达他们的战略一致性 通过以陆地为主的和平使命演习 和以海军为主的海上联合演习 莫斯科和北京展示了两军之间日益增长的信任 以及共同挑战国际现状的意愿 这些活动的性质、地点和时间安排 特别揭示了其未公开的目的 例如 俄罗斯和中国传统上将和平使命演习 宣传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进行的 多边反恐训练活动 尽管表面上是反恐演习 2005年首次举行的和平使命演习 却涉及了近一万名俄罗斯和中国士兵 以及轰炸机和海军舰艇 这是典型的反恐行动中 绝对不需要的超大规模部队 类似的 2012年和平使命演习中执行的 大规模联合武器演习和空中力量的使用 明显与该演习宣称的目标 从一群叛乱分子手中解放一个虚构城镇 相矛盾 由于声明目的与实际行动之间的不匹配 可以推测这些大规模演习的主要目的是威慑传统敌对势力 而不是地方恐怖组织 俄罗斯和中国还通过在政治敏感地点和微妙地缘政治时期 举行联合演习来传递外交信息 海上联合海军演习特别是有效的信号传递工具 在俄罗斯第一次入侵乌克兰一年后 俄罗斯和中国的军舰在地中海和黑海大胆演习 军事分析家亚历山大 科洛料夫称这次演习为地缘政治的游戏规则改变者 因为它发生在北约势力范围内的水域 此外 俄罗斯和中国海军在2016年海上联合演习中 在国际法院对中国在南海争议岛屿的主权诉求 做出不利裁决 仅两个月后 在南海进行两栖攻击演练 显示出对裁决的不满 2018年 莫斯科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决定 邀请解放军参加其年度战略指挥演习 在东部军区举行的东方2018演习 传统上负责保卫俄罗斯与中国边界的指挥区 展示了俄中军事之间的新信任水平 与和平使命类似 这次演习也集中在大规模战斗行动上 尽管两国首都称其为另一场反恐演习 中国在2021年回报了这一好意 首次邀请俄罗斯军队踏上中国领土 进行协作2021演习 一位分析家认为 北京推迟三年才邀请莫斯科 以便确认解放军2016年改革的全面实施情况 无论动机如何 中国的这次演习 发生在普京发表贬低乌克兰的文章一个月后 并且在俄罗斯2022年再次入侵其西部邻国前的几个月 因此 北京的这一举动传递了 尽管俄罗斯在国际上被广泛谴责 但中国仍与莫斯科保持一致的微妙信号 这也展示了两国如何通过军事演习 进行外交信号传递 信息价值 联合演习通过促进俄罗斯和中国国防机构之间的信息流动 加强了两国的关系 在公开场合 两国通过在训练活动中展示敏感武器和作战概念 培养信任并相互保证 例如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2015年和平使命演习中展示了其无人机系统的能力 受这种透明行为的启发 俄罗斯联邦航天部队在2016年的和平使命演习中加入了自己的无人机操作 此外 联合演习为两国提供了一个分享作战经验的平台 中国在这方面特别受益 因为其缺乏现代战争经验 而俄罗斯在格鲁吉亚 叙利亚和乌克兰的最近行动提供了宝贵的教训 无需付出人员伤亡或经济代价 中国人民解放军可能从俄罗斯那里学到了长途部署 军种兼协调 甚至是战役级别指挥与控制的宝贵经验 同时 中国也可能研究了俄罗斯在这些近期行动中的不足 并对其部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隐蔽方面 联合演习为双方提供了一个获取情报的宝贵机会 虽然报告显示双方可能会粉饰联合训练以避免尴尬 但一些作战能力是无法伪装的 例如 实弹演习将揭示特定武器系统是否以及如何有效运作 通过在紧张条件下合作 双方还可以了解对方部队的士气和其指挥与控制网络的效率 简而言之 定期的联合演习促进了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沟通 相互保证并缓解了军备竞赛或安全困境的可能性 经济价值 自2003年以来 联合演习为俄罗斯和中国提供了展示其军事技术和加强国防工业基础的机会 在2005年和平使命演习结束后 俄罗斯故意将加油机和战略运输机留在中国 以便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员进行研究 不到一个月 北京从俄罗斯供应商那里购买了超过10亿美元的新飞机 随着中国国内制造能力的稳步提升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中国现在可能利用联合演习来向莫斯科展示其技术 例如 2022年的俄乌战争凸显了俄罗斯武装力量在无人机方面的不足 而中国则生产和操作各种先进的无人系统 因此 中国的供应有可能满足俄罗斯的需求 俄罗斯对乌克兰一个曾经的军火贸易伙伴的攻击 也使其失去了获取关键部件的渠道 例如用于海军舰艇的燃气涡轮发动机 与无人机类似 北京在造船方面拥有显著的比较优势 甚至生产俄罗斯曾从乌克兰进口的涡轮机 因此 可以预见 俄罗斯和中国将在短期内继续利用训练演习 作为技术交流和经济交换的渠道 随着2022年俄乌战争的发展 俄中之间的贸易流动也开始发生变化 战争正在使俄罗斯国防生产行业 难以满足俄罗斯军队的需求 这反过来又影响了俄罗斯的军火出口能力 公开报道显示 这种压力已经达到俄罗斯不得不从缅甸和印度 回购出口的军事零件的程度 此外 基本物资的巨大需求正在显现出某种逆向贸易流动 最近一则新闻报道称 海关记录显示了中国的非致命支持程度 指出俄罗斯买家申报订购了 由上海汉卫生产的数十万件防弹背心和头盔 以及从其他中国公司进口的无人机和热光学瞄准镜